说起娱乐圈从艺人转型当老板的杨幂绝对是最成功的一位 不仅自己事业一帆风顺 旗下的艺人迪丽热巴、李希瑞、高伟光、张彬彬、张云龙、黄孟莹 在她的帮助下也是混得风生水起 最有名的就是迪丽热巴、李希瑞、戴斯和黄孟莹了 近日有网友晒出嘉行工作室的新年礼物 里面有一套化妆品和音响设备 看来嘉行出手很大方 从礼物也可以看出一些细节 杨幂是嘉行传媒的主星骨 无愧排名第一 紧随其后的就是杨幂老公刘凯威 而迪丽热巴的地位却比不上黄孟莹 热巴和黄孟莹都主演过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从角色来说 迪丽热巴要更讨喜一些 现在热巴的人气也远远高于黄孟莹 热巴微博粉丝3800多万 黄孟莹只有123万 热巴是她的31倍 热巴人气比黄孟莹高 但在嘉行地位比黄孟莹低也很正常 前面礼物中 黄孟莹紧紧拍杨幂刘凯威之后 就说明这个礼物的排名是按论姿排备来的 而黄孟莹进嘉行传媒比热巴要早 她是热巴同门师姐 好了 关于嘉行传媒工作室新年礼物 是很有逻辑的 按字排备这样谁都没话说了 我们就来继联合